大家好,歡迎收看現在直播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梁永宇 大家好,我是姚金一 和大家看看今天天氣 今天天氣晨朗,氣溫約17至21度 天氣好,心情都好些 希望大家享受美好的一日 接下來為大家報導兩則新聞 勞駕金一 第一則新聞報導,面部報導 有研究人員在北歐挪威 發現一條體內有三十幾個交界的鯨魚 那條鯨魚被發現的時候 身體狀況已經很差 最後唯有人道毀滅 研究人員解剖那條鯨魚的身體的時候 發現它的體內有大量的塑膠廢物 動物學家拉爾凡教授表示 那條鯨魚的體內只有少量鯨油 身體受弱,相信是營養不良 很有可能是由於鯨魚的腸積聚了 塑膠廢物而閉失了 令到鯨魚感到嚴重痛楚 它對鯨魚體內發現膠袋並不驚訝 但覺得很傷心 因為海人垃圾日益增多 有專家估計 有超過五十件塑膠垃圾在海人上飄落 飄浮已經令到大量的海人生物死亡 另外亦有估計 認為到了2050年 海上的塑膠垃圾量將會超過魚的數量 唉,到底人類何時才能醒覺 不要再破壞地球和大自然 唉,每個人聽到這些新聞都覺得很難 可惜有很多人都為了貪方便 隨手拋棄垃圾或其他廢料 嚴重破壞生態環境 其實只要我們每人願意做多一步 地球就有救了 沒錯,不要以為人做我才做 更加不要覺得自己的力量很微小 而不走出第一步 每天用少個膠袋 儘量將物品重環再用 將廢物分類回收 減少製造垃圾 其實已經幫到好大忙了 知道了 而且其他人見到我們身體力行 相信都會影響到身邊的人一起愛護地球 一傳十,十傳八 即少成多,力量就更大了 嗯,你說得沒錯 希望已婚的同學 都可以一起為愛護地球出一分力 接下來為大家報導第二則新聞 Now新聞台報導 天文學家在地球所處的太陽 在附近有重大的發現 在距離地球四十光年外的太空 找到最少七個類似地球系外行星 他們圍繞一個超能力行星運行 今次是天文學家第一次發現 裡面一粒行星附近有多達七粒和地球類似的行星 行星圍繞 這個圍繞行星軌跡而轉當 全部行星表面都可能有液態水 天文學家似其中三個行星還是位於移居帶來 即是代表這三個行星都可能適下生命繁殖 這個真是一個重大的發現 不知道這幾個行星上會不會有外星人呢? 真是很想見識一下 與其想想有沒有外星人 不如想想人類有沒有機會 可以移居去外太空那裡生活吧 地球的資源很快便要用盡了 會帶來更大的衝擊 看怕也要快點發展移民去外太空才可以 蛤? 都不知幾時才做得到 我們再拖壞地球下去 看怕未移民到外太空 人類就因為沒有自然可用而絕種了 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地球的資源才行 不可以再浪費了 知道了金恩 對了 達入了雞年 我們直播今年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讓我考考你們知道多少種雞 不用你考人 蘇師傅已經為大家介紹了很多不同的雞 是嗎? 我一定要看看學習才行 不只 最近依芬出現了一個新的組織 叫辯論特工 他們的嘴巴好好 到底這個新興組織是做甚麼呢? 我們現在立刻去片了解一下 去片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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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年是雞年 相信大家都對雞這種動物都不陌生 而且還可能見過不同類型的雞 其實在廣東話裏面 有很多有雞字的詞語或說法 讓我蘇師傅介紹過你們認識吧 是嗎? 2 2 4 2 4 3 有中文戲叫做 耍盲雞 不聲不聲 靜靜地做一件事就是 靜靜雞 走不走? 啊! 靜靜雞 一分雞是嗎? 不用我多說了吧 謝謝 蛤? 賣光了 錯失機會 不就是走雞 唉 看他們的樣子這麼疼雞 就知道他們沒有溫習 以下各種雞 你又懂不懂? 鹽 啵 海 由來 海 海 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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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